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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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对自己有种表示怀疑的态度 在国外的时候呢 我是在一个工厂 从事一些事非管理工作 但是经常的环境让我很压抑 经常很忧虑 经常感觉很空虚 经常没有喜乐 没有依靠也没有信心 只能说那时候该上班就上班 该下班就上班 每到的周末都是不想去别的地方 只想宅在街 但是有时候宅在街都觉得很无聊 就是很很矛盾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神在我生命里一步一步的作风 我记得我第一次是 与神接触是认识我老婆的时候 第一次是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我老婆 就是之前是在微信上聊了聊了几天 最后后来就约出来见面了 是在麦当劳 然后刚开始我就 因为第一次见面都是很迫不及待的去看见对方 但是那天我就偏偏的迟到 然后简单的聊了几分钟 我就因为她要 急着去那个小组聚会 急着去小组聚会 所以就 聊了一下就 就跟我说 马上要离开了 然后就跟我说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 我一听 教会是不是床上的我俩 我一听了 我就马上拒绝了 我一听了 我就马上拒绝了 我想就去教会 去人家床上 我一听就回不来了 就别看去了 然后我就马上拒绝她 可是我老婆是不报仇 说去做做认识这些朋友 可以聊聊天 今天讲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些族都是一个有个优点 是不会报仇 不会放弃的 然后在她的那时期之下 然后在她的那时期之下 我就很不安的 就这样子跟她去去了 然后我来到去了一些小组 小组的环境 常常让我感觉到很紧张和害怕 因为我第一次去一些小组的聚会 当时想他们 在祷告 这人去到底是干嘛呢 当时我心情真的很不安 我想我该怎么办好了 我就直接跟第一个头 闭着眼睛默默地在这里静候 然后后来那些 后来那些 在国内的时候那些 那些教育的那些朋友 都是比较很友好 把我马上就打动了 当时我就 后来就很放松很平静了 然后就 后来就这样子 有一次下后 然后后来就 也跟着我老婆去一些主意崇拜 去一些唱诗歌啊 听布施讲道 还有 我觉得在那时候 那是有种感觉 感觉有种很强的意念的存在 那是这种正能量 就好像把你吸进去一样 我的心情就是很不一样 就感觉到很不一样的喜悦 对面的放松 这些历练的感觉 从来 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是只有神才有的大人 后来我也动动续续的 去周 周末的主日 可是因为后来最后的缘故啊 或者是很短暂的跟神一个相遇 离开的时候 你就回到了自己一个 很骄傲啊 不知看过帝国的一个状态 很自以为是 生活一新都是很痛苦 好像都是被醉的捧板一样 而自己的人生也好像 现在的很低谷 无法自拔 那时候我也经常跟我老婆吵见 今天她的幸好不正 后来我老婆说要出国 出国读书 出国读书 我就想 是不是我们要分手了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走到了那种悬崖的边缘 强度点渺茫 后来我们分开了大半年 都没有信靠神 也失去了他 让我的人生 都陷入了人生的屁股中 可是 在天然一边的他都没有放弃我 每天还跟我保持一个联系 好像神在他身上 对我说话一样 帮助我和鼓励我 后来我决定 放弃国内的工作 然后 出来 经常来这边 但是 我之前从来没有出过国 我也没有坐过飞机到国外 可是 因为神的代理 把我朋友带来 跟我老婆先去 来到这个小组 一个教会 一切都感觉得很奇妙 因为在这里 因为在这里 完成了自己一个美好的婚姻 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婚姻是什么样子 而是后来去婚礼 婚礼是什么样子 那在这里完成了 这都是神给我的安排 神给我的祝福 一步一步的在我身上的做工 让我感动 让我改变 这是让我感觉到 这是神才有的道理 神的爱 后来我决定信了神 承认自己的罪 愿意以耶稣基督 作为自己生命的救主 然后上了一些 福音启发课 和基奥真理课 让我在这里受死各位主 参加了小组的学习 主日敬拜 让我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改变 更加的丰富多彩 有意义 每年的生活 我都依照神的执意去行 我的生活和工作上 不是以神为中心 依靠神 努力活出神 努力活出神的荣耀 我常常跟我老婆一起祷告 但是 刚开始我祷告可能也 刚刚受洗 刚刚对神以后了解 后来 就刚开始不是很熟悉 但是后来 那时祷告之后 让我得到平安 得到喜悦 所以让我心中也 充满了意念和信心 感谢神 让我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让我不像以前的自己 能从神那里得到喜悦 生病有了怕慢 灵魂有了归属 一切一切都是神 在我生命的做工 感谢神 感谢神 拣选了我 成为祂的儿女 我愿意一直跟随着神 直到永远远远 Amen 谢谢大家